这个麦卡锡终于偷了15轮 偷了15次之后 终于成为议长了 那他会来台湾吗 我觉得他一定会来 时间早晚而已 这个对于美国的政客来讲 他是不管别人死活的 对他只要他能够 在这个抗中的这个前沿里面 他能够得到一些政治利益 他绝对来的 那么一方面 美国现在的这个气氛是 共和党跟民主党 来比赛 在美国人面前说 谁更 反中比赛 谁更有种 谁更敢为天下先 你看吗 你这个拜登就是不敢对 中国大陆 这个当面挑战 我共和党敢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 国内政治氛围之下 麦卡锡绝对不会 放弃这个机会 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他一来就是说 中国调查委员会嘛 对不对 马上要成立了嘛 这是完全针对中国大陆的嘛 他会觉得你民主党都不敢做 你看我共和党敢做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 抗中对美国来讲 已经是国内政 国内不同党派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 怎么讲呢 竞赛标的 中竞赛标的 看谁做得更 露骨 看谁做得更 让美国老百姓觉得 没错 我美国还是第一 我美国还是 说一言九鼎 我美国还是 还是 这个可以让你 心可以让你亡 我美国还是第一 这种美国人心理上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满足感 这些政客都会 都会把握的 那对台湾造成什么效果 他不管了 他不管了 所以问题就在台湾了 台湾你是不是要让美国人 就来了台湾演一场戏以后 留下的烂摊子 全部台湾人来 佩洛西2.0 佩洛西2.0 佩洛西2.0的话 可能还是Turbo版 对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来的话 只会让民进党 2020死得更惨 对 因为佩洛西来台的这一次 基本上就是已经让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在台湾人的眼光里认为 是一个荒谬 是一个给台湾带来灾难的一个政策 所以你看那个 务实台独工作者都出来说 和平保台 随他喊吧 对不对 不过 我也觉得 民进党要他来就来吧 来了以后你就看你的票掉多少 台湾老百姓已经过了那个 过了那个所谓门槛了 现在你把台湾搞得越不安全 你把台湾搞得更兵修占为 那个把这件事情啊 没有出来阻止的那个政党 跟那个政客啊 他就要被人民所唾弃 所以啊 你麦卡锡就来吧 来了以后 你看看啊 这个民进党 2024选举 就不必选了 对 不过麦卡锡啊 这次是投了15轮才出来 代表说共和党内部 现在也是一个蛮混乱的状态 CNN说呢这个麦卡锡为什么会用这么难堪的方法 才能够选上众议院的议长 是自作自首 其实共和党为了走激进路线 为了挺川普 那就跟台湾一样 这些网军侧翼到最后失控 这个极端派失控之后 连川普都拉不住 据说最后川普帮忙 打电话 请这些这个死铁的这个川粉 能够也投一下麦卡锡 最后连他都叫不动 因为CNN是反川普的头号大将 只要看麦卡锡笑话 对 其实CNN是被第一个被这个 被这个川普当面说 你们就是假新闻 你就是代表假 你就是假新闻制作中心 美国政府指责美国的媒体 这样子当面在全世界面上 你们就是搞假新闻 所以CNN对川普是有深仇大恨的 所以他这个整个理论说法就是说 你麦卡锡谁叫你 一直都支持川普 对不对 你支持川普到了关头 川普更支持者对你还是不认同 你再支持也没用 还有比你更支持 比你更支持 其实就是说 自作自首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嘲弄 把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过这个 目前这个状况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的政治光谱是两极化 美国是这个蓝跟红 对不对 民主党是蓝 共和党是红 红的越红 蓝的越蓝 对不对 Sanders 他根本就说我就是社会主义 对不对 我就是要美国做变成一个福利国家 我就是要照顾美国的弱势 我就是要让美国这个财富分配 更怎么样 更平均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可是这个他的声音越大 那个红的那个共和党的那一批保守派 就越来越不能联受 所以这个代表美国的政治两极化 中间呢 而且是激烈化 所以才一百六十几年没有发生的事情 现在美国政治上又发生了 那这些都是他的战友啊 对 可是他们现在就要掌握说 我们要检视我的实力 这些人都是查党的一些后 都是你追溯他 就是共和党里最极端的一批人 那么他们怕 今天你的共和党掌握政府 你也往中间走 他就要展现他的实力 我不让你往中间走啊 当然最后人家票还给他的 所有谈判的条件 应该他都答应了 全都买单了 对 将来只要一个好参议员就可以倒他 你想想看 他以后不被少数绑架 这到底能做多久 对谁保他为了那人家现在已经改了游戏规则了 我一个人提案就可以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 就开始罢免投票了 就罢免投票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的话 他这个议长还没有当选 就已经被绑架了 就被极端派绑架了 所以美国的极端势力 可以掌握住美国的众议员 那么相对的一定刺激民主党的极端势力 那也就为未来美国众议院里面激烈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 已经埋下了伏笔 定时大战已经埋了 所以未来美国这一年 这个政治在 在我觉得在这个共和党里 在这个共和党掌握的这个 众议院里面 他不但自己内斗 第二个他会完全撤这个 撤走拜登政权 所以这是未来美国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 我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混乱的美国 那这个混乱的背后还是价值 也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 两极化 两极化